成功人士99个领导细节 第八课 保持低调的作风 保持低调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我约束意识 不显示自己不锋芒毕露 为人和善 与人无争 如何才能做好生意 这是许多人向李嘉诚请教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李嘉诚的回答总是同一句话 行为低调 行为低调就是要以一种谦虚和合作的态度 与人打交道 谈生意也是一样 正如李嘉诚自己公布的生意秘诀一样 最简单的讲 人要去寻找生意 做比较难 生意跑来找你 你就容易做 一个人最要紧的是 要有做人的勤劳 虚心和节俭的美德 节省你自己 对人却要慷慨 这是我的想法 顾信用 够朋友 这么多年来 差不多到今天为止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任何一个不同省份的中国人 跟我做伙伴的 合作之后 都能成为好朋友 从来没有一件事 闹过不开心 这一点是我 引以为荣的事 不仅做人方面保持低调 李嘉诚在教育孩子方面 同样也是尊尊善诱 李嘉诚是个宽厚且开明的父亲 虽然他看不惯儿子的打扮 但他不强求儿子 他希望儿子有出息 能够干大事业 至于个人的生活品味和作风 只要不太出格就行了 李泽凯独立门户创办银科 李嘉诚赠予他的一句真言是 数大招风 保持低调 显然 李泽凯以后的行为 完全有幸于这句真言 言语谦和好处是 行为低调好做人 做生意如此 做领导也同样如此 看看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自传就会知道 富兰克林 也是低调做人的典范 他在自传中说 我立下一条规矩 绝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思 也不让自己武断 我甚至不准 自己表达文字上 或语言上过分肯定的意见 我绝不用当然 无疑这类词 而是用我想 我假设 或我想象 当有人向我陈述一件 我所不以为然的事情时 我绝不立刻驳斥他 或立即指出他的错误 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 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 他的意见没有错 但目前来看 好像稍有不同 我很快就看见了收获 凡是我参与的谈话 气氛变得融洽多了 我以谦虚的态度 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但容易被人接受 冲突也减少了 我最初这么做时 确实感到困难 但久而久之 就养成了习惯 也许 五十年来 没有人再听到我讲过太武断的话 这种习惯时 我提交的新法案 能够得到同胞的重视 尽管我不善于辞令 更谈不上雄辩 潜词 用字也很迟钝 有时还会说错话 但一般来说 我的意见 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其实 富兰克林在这里 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念 这只不过是他人格成熟的表现 宽容和低调 能谦虚 就能有成就 领导身居高位 如果以谦虚待人 以礼貌敬人 就会得到人才 得到拥护 占据领导的位置 而不能以谦虚尊人 以谦恭敬人 还要笼络别人为我所用 怎么办得到呢 刘邦第一次接见高阳九徒历时期时 已在一边 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 历时期问道 足下欲助秦宫诸侯呢 还是将要率诸侯破秦 刘邦骂道 天下之人在秦朝统治下吃尽了苦头 我当然是率领诸侯公秦 你怎么说 我是祝秦宫诸侯呢 历时期说 你下定决心巨途何一兵 以诸法无道之情的话 就不应该这么已在一边接见长者 刘邦一听 便停止洗脚 整好衣容 请历时期上座 并向历时期道歉 历时期于是为刘邦讲六国纵横之事 为刘邦制定了联合天下诸侯 并立即报秦的战略 刘邦也正式利用这种合纵战略 灭掉秦王朝 然后在同合纵的诸侯 争夺胜利果实 进行了一场楚汉之争 最终打败项羽 建立大汉四百年基业 老子说 高尚的德性 犹如峡谷般深忧 广阔的德性 好像还有不足 刚见的德性 好像怠惰的样子 信实厚谱 好像还浑浊不开化 最洁白的玉石 好像还有污垢一样 最方正的东西 好像没有棱角 《易经牵挂》中说 谦虚可以亨通 开始或许不顺利 但由于谦虚 必然得到支持 最后能够成功 谦虚是天地的道理 领导为人谦虚 众人就会服从指挥 所以 上书 终有谦授义 满招损的说法 聪明睿智的人 必须遵守愚昧的原则 公盖天下的人 必须遵守让步的原则 勇武盖世的人 必须遵守怯懦的原则 富甲天下的人 必须遵守谦虚的原则 领导者因为自己无上的地位和金钱 傲视别人 是无法获得追随者的 自高自大的人 领导用恭敬来制约他 自尊自爱的人 领导用礼仪来对待他 自尽自夸的人 领导用荣誉来阻挡他 这样 天下人才将尽为领导所用 主席说 领导凡事都要谦虚 不要盛其凌人 自取其辱 曾国藩说 君子过人之处 只是谦虚罢了 谦虚的人 会大的人心 会受人尊敬 乔治·马歇尔 是美国一代名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他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 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鉴于其卓越功勋 1943年 美国国会一致同意 首于马歇尔美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 陆军元帅 但是 马歇尔坚决反对 他的公开理由是 如果称他马歇尔元帅 后两个字英文发音相同 听起来很别扭 马歇尔真正反对 接受元帅军衔的原因是 这样一来 会使他的军衔 高于当时已经病倒的 陆军四星上将潘兴 马歇尔曾受到潘兴的提拔 和利剑之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马歇尔随美军赴欧洲战场参战 当时 担任美军远征军司令的潘兴 非常欣赏马歇尔的才华 大战后期 就将他提升为自己的副官 视其为得意门生 在潘兴的影响下 1939年 马歇尔领零十四星上将军衔 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马歇尔对潘兴 有着很深的感情 1938年春 潘兴说 乔治总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 当上四星将军的 马歇尔谦虚地回答 美国只有您才有资格 荣获四星上将军衔 绝不可能再有另一个人 马歇尔拒绝当元帅后 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 部队永不设元帅军衔 这就是谦虚的力量